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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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Pui 今次是新丹栋投篮训课程中的第三季 假设你是一个篮的话 当我们真的完全正对之下 我们坐下,脚两个大腿 会有微外反的情况出现 轻微向内 准备试一下 压 嘘 直不直 1,2,压弹 嘘 再来,我们要进十球 1,2 压弹 嘘 记住,脚往下,手往下 脚往上,手翼 都要同一时间 同一速度往上 这个必须要训练 我们是要压 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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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便会形成这个姿势 刚刚我们接球的姿势 手放在球的顶部 用核心的力量压 左手的力量往上吸起 我们是用吸力 然后 拉直 手肘 所以第一件事 最影响最影响最影响到你射球 为什么射也没有力的原因 你要留意 究竟你的辅助手 是不是在前面 如果我们要使出拨前 你就是吸 伸直的右手 手指公自然会往前 这个就是 Thumb Freak 的真相 记住 不要特别用力 当我们接球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直接用压 压 接 拉 就会做Thumb Freak 这个动作 明白吗 不要用力 记住 它不会用力的 但是它是扶住的 记住 它是扶住你 没有用力的 明白吗 不要用力 吸 它扶住而已 对了 对了 明白吗 你要控制的 不是手腕 是拉直的手腕 拉直的手腕 加上我们之前说的向下直线力量 你就是要向下拉直线力量 我左脚可以不离地 右脚要离地 吸 拉 是射到三分 是 Good 你刚刚有没有用力 有没有用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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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射了 入20球 吸 拉 行不行 很快的 20球 好 你们射 你的手 张开 太小 太小 就是什么呢 很多人接球是这样接的 OK 你是 你 比较小 一个篮球的宽度 你只能接球的前端 通常你在这里接球的话 现在没有人就是 但一有人 可能呢 就会传到下边 左边 右边 的地方 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立刻以反应 去调整 接呢 就压波 是啊 已经没有压了 明白 是啊 我们比赛的时候 任何时间 其实你都应该 一接球就压 不行就传 明白 要很习惯的 如果你 如果 你是想练起 farm flick的话 拇指拔球 在你压的时候 压的时候 压 你手指要抓住 球 全 压 拉 OK 一球 球 压 拉 两球 压 压 三球 OK 压 压 四球 压 压 压 五球 明白嗎 压 拉 二 OK 第三 跳右 推右 压 出 OK 三 然后四 跳左 推左 压 出 四 第五 跳右 Cross Over Side Step 五 六 跳左 推左 Cross Over 回來 Side Step 六 维持手腕不要让它转抬 因为你维持手腕向下拉才会出现彈腕的动作 那个球会走上去 这么大力 1 2 3 4 5 Shoot 我们要先做好手部运球力量 转核心力量这个感觉 Michael Jordan 那些我们会是推前1 2 Fair away射球的 现在Curry的大球就是首先第一样东西 那个球不会推前 它会维持核心的状态 因为可以随时Side Step 第二 它会有Pick的 过完挡之后 弹进去 压Shoot OK 进左 1 球 第二 压 弹前 Shoot 进左 2 球 压Side Step 进左 3 好了 这次我们真的拍得很辛苦 这个核心投篮课程第三阶段Curry系列 希望这个课程可以令到大家 投篮继续进步 继续迈向你的偶像 我的偶像 Curry的投篮 好像它这么准 好像它这么快